哈喽大家好,这里是友谊兽二,小二的宠份们我又来了,订阅小二,娱乐资讯一网打进。 不得了啦,小战又有新消息了,真是迫不及待想知道是什么,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 近日小战再度上线更稳了,传来了一大好消息,还多了一个全新的称呼。 粉丝纷纷表示,听起来有八刀总裁那味了,为此在网上引进了不少的热议,受到了广大粉丝的高度关注,热度也在不断上升。 话说小战上一次上线营业,是转发了央视新闻的博文,很有正能量,诸多粉丝积极参与了响应,当下小战又上线了。 这一次传来了一大好消息,是广大粉丝期待已久的官宣消息,使人感到无比惊喜。 根据小战最新更新发布的动态,可以得知,原来他作为微博king,却仍要出席微博之夜盛典了。 在官方未正式官宣肖战出席之前,广大粉丝对此抱着平常的心态,可以说是不予己悲了,但真正确定出席,也会令大家感到开心。 毕竟这是肖战自己的选择,而我们当然是要尊重他的决定,用心与行动去支持他。 在肖战更新的动态中,除了一些话以外,还有一张代表性的宣传海报。 不过,海报上的宣传人物造型大半却可以堪称为半永久,因为我们在很多宣传海报上看到过,区别在于宣传的内容不一样。 在确认过肖战配图中的这张宣传海报后,我们再来看他的配文内容,是在妥妥当当宣传此次,要出席微博之夜盛典,领取荣誉没错了,正当广大粉丝期待着。 肖战以全新的造型,打扮出席即将到来的微博之夜盛典之时,网上却开始出现了一个肖战的新称呼。 粉丝之间相互流转开的速度很快,因为这个新称呼,让人听完有一种霸道总裁的及时感,而且非常之有内味。 据了解得知,肖战获取这个新称呼,是与他主演的电视剧《斗罗大陆》有关,被扮演使兰克奇怪的一众演员们捧称为站总。 相信大家都有了解过,粉丝称呼肖战既有过站哥,还有肖哥,呆逃等等,但这些称呼,在站总面前没有霸道总裁那味。 站总不论是喊出来还是听起来,又或者看着,都很有魅力,看到肖战一个接着一个新称呼的到来,说明了他这个名字很好取外号,而且都是很正的那种。 尽管说站总这个新称呼,很有霸道总裁那味,但总的来说这都是肖战,是我们一直以来心心念念的那个大男孩。 话说回来,站总这个新称呼,是他在拍摄电视剧《斗罗大陆》过程中合作过的演员给他取的。 由此看得出来,肖战在剧组中很受欢迎,站总这个称呼可以说明一切。 现当下,我们不仅迎来了肖战亲子更文传来的一大好消息,而且还收获了一个全新的称呼,站总,这又是幸福且美好的一天没错了。 那接下来,就让我们共同等待微博之夜盛典的开启,迎接不一样的肖战出场吧。 定会是惊喜满满啊,你们是不是也和小二一样,很期待微博之夜呢? 小二真的是很激动啊,非常期待肖战的出现。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,有什么想说的就请在下方评论区积极留言。 如果你也喜欢小二的视频,就请点赞订阅关注我,你们的肯定是小二更新视频的动力,我们下期再见啦。